12月4日检查日报发布一篇文章 要安全不要带血的收视率 对高以祥事件做出评价 此前网友曾发起对浙江卫视的和追我吧节目组的20条追问 在文中该官媒也提到截止发稿日期 浙江卫视和追我吧节目组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在文章中官媒针对高以祥事件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为了吸引观众注意力 赢得收视率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设计经济环节 不少艺人在高强度危险性运动中受伤 节目组安全措施是否做足 免责条款能否免责 如何保护艺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高以祥去世很多网友认为节目组没有第一时间救治 认为节目组应该负责任 而此前网上曾爆出疑似追我吧节目组与艺人签订的合同 在合同中有一条罢王条款也是十分引人注目 以防艺人对此要有充分认知 完全自愿参加并完全自愿承担 由此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 对于这样一条免责条款 官媒表示节目组的免责条款 要想生效有两种情况 一是艺人发生疾病 节目组没有过失 二是艺人发生意外后 节目组进行积极救援 如果节目风险系数高 但没有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 节目组或将承担更大的责任